董卿丈夫秘春雷收警示函 旗下蓝海医疗被终止上市 已失联多时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董卿丈夫秘春雷 昨日6月21日收到中国证监局警示函 并被寄入资本市场诚信信息数据库 其旗下蓝海医疗也在同日被终止股票上市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Street海医原股票简称蓝海医疗 股价1.74元人民币 夏同约0.36新元 市值18亿元公告称 公司昨天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蓝海医疗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的决定 上交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同时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南监管局向Street海医出示的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显示 Street海医及公司董事长秘春雷等管理层 因为按规定披露关联方资金占用 关联方债权未收回等信息 海南监管局决定 对公司及密春雷等人 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并进入资本市场诚信信息数据库 值得注意的是 自今年年初起 密春雷就已经去向不明 Street海医曾在4月26日 对上交所监管函的回复中称 公司已无法与密春雷取得及时联系 密春雷最近公开露面 是在去年11月 有报道称 他在去年12月底被公安经侦部门带走 但这一说法至今未被官方证实 南海医疗的回复是 公司不能跟密春雷取得及时联系 以多次向控股股东及家属了解情况 未获悉任何关于密春雷先生的应当披露 而未披露的信息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董事长涉嫌违法违规被调查的 属于信息披露的范围 披露的标准是 被采取强制措施 且影响其履行职责 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 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徐化耿解释说 如果未被采取强制措施 只是处于调查阶段 公司可以不予披露 也就是说 即使被经侦部门带走的消息属实 密春雷可能也处于配合调查阶段 并未被采取强制措施 密春雷掌舵的蓝海系 横跨保险、医疗、银行、地产、汽车、 融资租赁等领域 虽然业务涉足面广 但是业绩并不理想 蓝海医疗常年亏损 出售子公司才得以实现净利润转正 并保住上市地位 上海人寿去年第四季度赢转亏 2018年的违规股权清退事宜 至今未解决 蓝海控股旗下多企资产被冻结 密春雷经营多年的商业版图 如今可谓一地鸡毛 投资者在寻找密春雷的同时 更多人关注的目光还是在董青身上 48岁的董青早年在浙江电视台出道 自2005年开始连续13年主持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连续8年被评为年度央视十家主持人 是名副其实的央视一姐 2014年正值事业巅峰的董青突然宣布赴美国深造 但是回国后被发现怀抱难应逛街 由此卷入赴美产子和是否爱国争议 董青2015年重返央视 主持《挑战不可能》和中国诗词大会等热门综艺节目 2017年以制作人和总导演的身份主持朗读者 继续受到观众追捧 投资者当然希望蜜春雷或有关部门能尽快给出一个交代 不少董青的粉丝也在期盼他早日回归屏幕 继续展示他央视一姐的风采